好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就是輸出的這個檔案 您進到這一邊 我們剛剛是把它放在這個資料牆 這裡有一個專案檔有沒有 那一般來講如果說您在錄影或者是錄音 有比較大的檔案 因為我們剛剛都蠻短的 所以它沒有獨立出來 如果您的影片錄的影片比較長 或是那個聲譽比較長的時候 它會多一個資料夾來把你放在這個專案檔裡面的內容獨立出來 那如果一般你都是比較短的 像我們比較短的 它就是把你所有的資料都包在它的專案檔裡面 所以你會發現它專案檔會變成比較大 會變成比較大 那這是第一個 那我們來看輸出的影片在這邊 你看我們做好這一段 剛剛這一段是1024x768 然後呢2分多鐘 有沒有發現變成MP4只有6.13 所以 檔案不會很大 那我們看一下品質 應該還可以吧 對不對 像這樣的效果應該還OK 只是這個聲音就沒有辦法直接錄進去 因為我的裝置有在使用中 這樣有沒有比較清楚呢 那麼它的專案檔這樣子好了之後呢 如果你要開啟 假設你用的是免安裝檔 免安裝版的話 這個會沒辦法直接點兩下打開 怎麼辦 你必須要用開啟就檔的 你回到主頁這邊 這裡 綠色這個 有沒有開啟工程 你必須用這種方式才有辦法把它打開 就是不是用安裝的方式 就是必須要用這個方式才有辦法開啟 這樣有沒有清楚了 當然其實您如果有需要的話 大家在上面這邊 還有什麼 還有很多的 你要加上這個一些形狀啦 加上文字啦 這些都有 這些都有 所以如果有需要的 您可以針對這一塊 再花一點時間了解一下 OK 所以80pandum 我就先暫時到這邊結束囉 好